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少人说历史会惊人的再现 现在我们就惊人的发现 当前中国好像又在再现当年满清王朝晚期时候的那段历史 很多人说满清王朝的晚期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历史 说晚清王朝晚期丧权辱国这个事情倒是不讲 问题是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丧权辱国的事件 这个原因的多半其实是满清政府自己所造成的 我们看满清政府他最大的一个丧权辱国事件 就是在1900年西方八国联军武力进攻中国 并且占领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 然后满清政府就投降 就是向八国联军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 等于就是每个中国人要向八国联军赔两 就是赔偿一两白银 而且呢满清政府他不单单是赔款就完事的满清政府呢 还同意八国联军在中国首都北京可以驻军 他们有在中国北京的驻军权 一个国家让外国军队在自己的首都驻军啊 等于说这个国家的政府要人都是在外国军队的监控之下了 这可以说已经赏识着主权是一个国家极大的国耻 我们看现在日本作为战败国 美国在日本是有驻军 但是呢日本的首都东京是没有美国驻军的 这是一个骑马的尊严嘛 所以呢当时候满清政府让外国军队在首都驻军就已经很糟糕了 更糟糕的是呢 这个允许八国联军在美国驻军啊 后来又引发了1937年的中日全面战争 因为当年日本是作为八国联军之一 他是有权在北京驻军的 而且呢在北京的那个日军你也不能算是侵略军 因为这是当时候的满清政府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合法驻军 满清政府垮台之后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呢 他就继承了满清政府和外国签订的那些条约 就包括最为丧权辱国的八国联军辛丑条约 所以一直到1937年 当时候日本军队呢 还是按照这个辛丑条约合法的驻军在北京城里 这个呢还不算侵略 一直要等到1945年 当时候抗战胜利之后 当时中国是作为战胜国啊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啊 就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其中就包括废除了这个辛丑条约 但这个问题啊 就是当年那个丧权辱国那么厉害的八国联军事件 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原来这个原因啊 是满清政府自己他造成的 当时满清政府啊 他是不仅要支持那个义和团 所谓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洋人 要杀基督教徒 而且呢 慈禧太后还宣布要对西方 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如果没有满清政府支持义和团 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洋人杀基督徒 慈禧太后没有宣布对西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话 那就肯定不会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么一件事 所以说呢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个丧权辱国事件 居然还是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 可以说是自己找来的自取其辱 这样的愚蠢啊 真是用话都说不清楚了 现在呢 北京习近平政权上台执政之后 好像又开始再现满清王朝那个惋惜的景象 就是他净干一些自己对自己打脸啊 就是净干一些自取其辱的蠢质 这两天呢 北京又干了一件自取其辱的事情 就让别人都感到替他脸红了 这就是在前天11月7号当之后 北京商务部发言人突然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 中美双方同意就是随着这个协议的进展 要同意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这个重大的宣布 就是新闻的宣布啊 就是让人们既感到突然也感到很大的疑惑 因为北京他的消息就是声称啊 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了 就是双方已经同意分阶段取消关税了 那么这当然对于中美贸易战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是一个大新闻的 但这么重大的新闻 为什么只是北京单方面宣布美国方面没有任何的消息呢 所以当时就有人觉得北京宣布的这个消息不可靠 有人认为啊 这就是北京一厢情愿 美国其实并没有同意北京所说的分阶段取消关税 果然呢 今天就传来了消息啊 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就亲自反驳和否定了北京的说法 这就是对北京叫做一厢情愿 这个消息来直接打理 昨天11月8号 川普在白宫就对记者说 中国方面希望能取消关税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同意 坦率的说他们远远比我更想达成协议 我现在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在收取几十亿美元的关税 中国远远比我更想达成协议 川普一方面他反驳和否定了北京的说法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说中国远远比他更想达成协议 因为北京这次的做法 居然他是一厢情愿的说 说是美国已经同意了分阶段取消关税 那么从第三者的角度一看 就感到北京的确是非常的焦急 他都急到了一厢情愿 迫不及待的地步 另外因为智利 这次因为国内的民众示威抗议的问题 他就取消了APEC峰会 就是让原来计划好的川普和习近平在智利签署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 就是不得不改换地点 所以呢 当记者问这个川普啊 就是中美元首他将改在什么地方来签约的时候呢 川普说他认为签字的地点将在美国的农业区 川普对记者说 我们再看不同的地方 这是假设我们有的协议 但可能是爱尔华农业区这样的地方将会是在我们国家 就记者问呢 会是在海湖庄园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海湖庄园是川普的私人会所 2017年川普曾经在这个海湖庄园还会见过习近平 对于这个问题呢 川普回答说 不 我不认为会在海湖庄园 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去农业区签约 也就是说啊 川普他把这次签约的地点啊 要定在美国 而且要定在美国的农业区 习近平到美国去签约本来已经是非常没面子了 而且川普还要逼习近平到美国的农业区去签约 就是让习近平更没有面子 因为习近平在贸易战一开始 他就把这个贸易战的目标对准了川普总统个人 当时北京提出来打美国的农产品牌 这个目的就是要打掉川普的票仓 就是要打掉川普在美国农业区的这些选票 让川普失去选票就选不上 所以呢 这一次川普啊 就要让习近平和他到美国那个农业区 就是到川普的票仓去和他签约 那当然是让习近平完全是灰头土脸 一点面子都没有 那说到这里啊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呢 就是既然川普根本就没有同意分阶段取消关税 这么一件事 那么北京为什么会突然一厢情愿 单方面宣布 他说美国已经同意了分阶段取消关税呢 北京这么做 这就是自己找打脸 自取其辱嘛 所以说北京干这样的蠢事 就是在线当年满清政府在晚期 他们在外交方面经常不停的自找打脸 经常的自取其辱搞成自己一个上权辱活的历史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回答北京为什么会干这样的蠢事呢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的话 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北京方面是单纯的误解了美国人 他就误解了美国人的做事方式 第二种可能性呢 是北京故意想玩一个花招 他想忽悠一下美国人 想忽悠一下川普 我们先说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北京只单纯的误解了美国人 这个呢 就像当年那个满清政府一样 他对外国的事情是完全不懂啊 结果满清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因为不懂嘛 就干了很多的蠢事 那么我们如果按道理来说 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了 而且北京政府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开放也和外国人打交道 时间都很长了 也不至于对外国的事情就这么不懂吧 可是呢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呢 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北京政府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方面 是变得越来越愚蠢 好像是越来越搞不懂外国了 就这样返回当年满清政府 不懂外国人那个时代 那这样的原因呢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现在中国的外交工作 是由习近平来亲自指挥和领导的 但是呢 习近平本人 他不但是一个 作为小学生的文化水平的 他也从来没有过出国学习的经验 所以习近平本人啊 对外国和外国人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他对外交啊 是一点都不懂 当然了 习近平本人你不懂外国的事情 对外国一窍不通 不懂外交 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习近平你可以组结一个很好的智囊团啊 这个智囊团就可以帮助他了解外国 理解外国 可以帮助他来和外国打交道 这样一来呢 习近平在这个智囊团的帮助下 他在外交方面也就不会犯什么错误 也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北京在外交上最大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周围那些人啊 都是对习近平叫做毫无底线的来吹牛拍马 他们都要把习近平吹成是一个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圣人 他们要用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 比如说北京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就曾经公开撰文说啊 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西方300年 本来呢习近平的智囊团啊 他应该是提醒他不要犯错误 或者说纠正他已经犯过的错误 这是一个智囊团最起码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包括中国古代的皇帝 他们都是有智囊团的嘛 这些智囊团他们的作用 绝不是对皇帝来吹牛拍马 他的作用是要帮助皇帝进行决策 要帮助皇帝你不要犯错误 可是现在习近平的智囊团啊 完全就是一群吹牛拍马的人啊 因为习近平他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吹牛拍马的人 这些人呢每天就把习近平吹拍的特别舒服 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种吹牛拍马就像那个吸毒一样就让人上瘾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就被这个吹牛拍马吹拍的上了瘾了 一天没有人对他吹牛拍马 他就感到浑身难受 那么习近平被这一群吹牛拍马的人所包围 他的智囊团成了一个吹牛拍马团 习近平也就失去了那些帮助他的人啊 就没有人帮他不要犯错误 也没有人来纠正他的错误 习近平本来对外交是根本不懂啊 又没有人来提醒和纠正他的错误 这样一来习近平又要自己亲自指挥外交 必然就是不停的要犯错误 所以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 北京在外交上不停的犯错误 而且还是犯那种很低级很可笑的错误 这个就是习近平他这个小学生来指导外交的结果 很多人一定还记得在2018年5月份 当时候刘鹤访问美国举行了第三轮的中美贸易谈判 在谈判之后呢 在2018年5月19号 刘鹤就对北京的媒体单方面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说中美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 停止相互加征关税 但是呢美国方面一直没有发出任何消息 证实刘鹤说的中美双方不打贸易战 或者说停止加关税的说法 就在刘鹤在5月19号单方面宣布说中美双方达成共识 停止加关税的10天之后 也就是在5月29号呢 当时美国政府就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就是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了 这件事情呢 当然是让北京是感到很意外了 当时北京外交部 商务部发言人在发表谈话时候啊 他也说对白宫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件事 他们是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北京都相信刘鹤的说法 他们认为刘鹤说的肯定是对的嘛 那既然中美贸易战已经停战了 那美国怎么会突然对中国又加关税呢 所以他们就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去年5月19号刘鹤公开说中美双方不打贸易战 这个事情呢 看上去也不像是刘鹤要故意要骗大家 估计呢刘鹤呢就是不理解美国人的做事的方式 他是误解了美国人的话 刘鹤这个人他从来没有搞过外交 所以他也必然不懂那个外交官的外交辞令 外交官那些外交就是说的那些外交辞令啊 你听起来都叫做非常的模棱两可 就是好像你理解行也可以也可以理解成不行 这个呢 这种非常模棱两可听上去好像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这个叫做外交辞令 估计当时美国人对刘鹤就是说了一句外交辞令啊 他就说美国有可能和中国停战 有可能要停止加关税 但是说美国他只是说有可能 可是对于刘鹤来说 他就不懂这个美国人这个外交辞令啊 他就把美国人说的有可能 他就理解说美国人已经答应了停战 已经答应了不加关税 于是呢 刘鹤就宣布是中美贸易战停战了 就闹了一个乌龙啊 闹了一个外交的笑话 所以我们根据上次的经验呢 这次也可能就是美国人啊对北京只是说了一句外交辞令 他说美国有可能同意这个分阶段取消关税 但是美国人说这个外交辞令又非常的含糊 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美国人同意 也可以理解成美国人不同意 因为这个英语他的含糊性啊 确实要比汉语要大很多啊 英语里面有什么虚拟语系这样的表达方式 这些都是汉语里没有的 所以这样的很含糊的表达方式啊 中国人是非常的不适应 他像英语的什么虚拟语系啊 中国人听起来是特别的不适应 所以我本人也经常感到 有时候你听美国人说那些话 他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的 你昨天半天也搞不清楚 所以呢 这个谈判团队当中啊 对英语的水平应该是要求非常高的 如果这个谈判团队里面没有一个 或者有几个人对那个英语特别熟悉的人来参与的话 那么他们对美国人说的话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还真不是太好判断 就是对那个英语半懂不懂的人 你要去听美国人说的他话 真是有的时候会理解错 所以呢 现在北京这个谈判团队啊 都是刘鹤这样一些不太懂外交的人来主管 其中啊可能没有对那个英语特别精通的专家 所以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搞懂美国人的外交辞令 他们把美国人说有可能同意这个所谓分阶段取消关税啊 他们就理解错了 就理解为美国人已经同意分阶段取消关税 所以就闹出这么一个大乌龙出来 中国这个汉语呢 他倒是表达上啊要比英语表达的这个清晰性要好得多 也就是说汉语你要说yes或者no这个问题上啊 表达是比较清楚的 不是那么含含糊糊 不是那么容易造成误解的 但是呢 中国人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话不算数啊 他刚刚说了yes 马上过几天他又说no了 所以呢 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 这个文化语言上的差距啊 真是有很大的麻烦 也正因为如此 你搞外交一定要有专家来搞 习近平这样的小学生来领 就是来领导外交 来指导外交 肯定要出大问题 惹大麻烦 弄不好就会闹出一个自取打脸 自取其辱的事情 我们再说上面说到的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这一次呢 北京是要故意玩一个花招 要忽悠一下美国人 要忽悠一下川普 因为对于这个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 美国人特别是川普 他对这个协议要价是很高的 我们看当初川普总统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候啊 当时候川普宣布美国让步只是暂时提就是暂停提高对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而北京的让步呢 是要至少要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如果北京按照当时候川普说的那样子和美国签这个贸易协议的话 那肯定就要被很多人骂 他们就要骂北京啊 让步太大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 所以呢 北京他为了避免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 他就想让美国再多做一点让步 这样呢 北京在面子上就可以比较好看一点 现在呢 北京其实也很清楚吧 如果你说中国不让步的话 他说 他就是说不买美国这个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这样的话 双方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 但是呢 北京如果你要用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他只换到美国一个推迟加关税 他们就觉得好像吃亏太大嘛 就是让步太大 他们就担心要被别人骂成一个丧权辱国 所以这样一来呢 北京啊 他就想让美国再多让步一点 基于这么一个 他们就要设一个计策 好像想让美国啊 要多让步一点 所以呢 北京这个计策就是他们突然放风出来 突然宣布 说是啊 已经同意了 就是美国中美上方已经同意了啊 要搞这个分阶段的取消关税 其实他同意的前提呢 其实是中国同意了 就是美国提出的这个分阶段加关税的条件 也就是说 中国方面先对美国做一个大让步 因为北京过去一直是不同意 美国提出的这个逐步分阶段取消关税的要求 北京方面一直是要坚持 要一次性的全部取消关税 这个事情呢 还被北京称之为他们的三大底线之一 那么现在北京宣布 他们同意美国的分阶段取消关税 等于就是放弃的一个底线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 所以北京就希望用这样一个很大的让步 来换取美国再多一点让步 来换取美国取消一部分关税 这样呢 就可以给北京一个面子 让习近平在签协议时候 那脸上就比较好看一点 不至于那么没面子 而且呢 北京为了忽悠美国人啊 同时还另外做了一些让步 比如说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 准备进口美国的鸡肉 还要加强掩打中国的这个芬泰尼走私 这些东西呢 都是北京希望用这些让步 或者说对美国这些示好 来换取美国取消一部分关税 给北京一个面子 但北京这样的想法或者做法 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因为如果川普接受北京的条件 他同意取消一部分关税 的确是给了北京一个大面子 但是同时川普本人就要丢掉一个大面子 因为川普对北京妥协让步 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一个丢面子的事情 而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将来的总统大选 我们看现在川普虽然在美国 遭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但是呢 唯一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方面 没有任何人找川普的麻烦 美国的民族党从来没有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 刁难过川普 他们还嫌川普对中国不够强硬 所以呢 如果川普对北京妥协让步 不但不能够改变 或者减少他在美国国内的麻烦 反而会增加他的麻烦 因为这样一来 民族党就有了新的来攻击川普的借口 他们说川普对中国让步是拿了中国的好处 或者说川普家族拿了中国的好处 所以川普对中国让步了 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让川普啊 你也说不清道不明嘛 你为什么要对中国妥协让步呢 川普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这样一来呢 川普就是一个非常被动 所以说对于川普的政治前途来说 他对中国越强硬 他越不让步 其实对川普本人是越有利的 这一点呢 如果是懂一点外交的人 应该能够看得很清楚 但问题是这次北京打这个如意算盘 他是想让川普妥协让步 来换取北京他们自己得到面子 也就是说啊 北京想要得到的面子 他是建立在川普要丢面子的基础上 你说这样的事情川普能干吗 川普对北京妥协让步 那川普能得到什么好处吗 如果你川普得不到什么好处 那北京你来想一个花招 用这个东西来忽悠川普 这样你是完全一个小儿科的幼稚吗 如果你要是北京如果设计一个什么计策 你要让川普能得到一点好处 或者是让川普能得到一点他所想要的东西 这样来换取川普的妥协让步 这个计策有可能还是行得通的 可是现在北京设计的这个计策 川普不但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反而他还想要让川普付出牺牲啊 你说这个计策怎么可能行得通 所以说即使是这次北京 他是想设一个计策来忽悠川普 但是这个计策呢是设计的太愚蠢了 这也就说明啊北京的这个外交在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叫做禁干蠢事 那上面啊我们就分析了这次北京 为什么要干这一个叫做自己打脸的蠢事 这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北京的外交界 现在都是一帮无能之辈 他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理解 他们误解了美国人的外交辞令 所以就造成他们干这样的蠢事 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北京本来想设计一个计策来忽悠川普 但是他们设计的这个计策太愚蠢了都弄巧成拙 结果又造成他们自己打脸的蠢事 所以说不管是第一种可能性还是第二种可能性 这些呢都证明现在北京的外交 在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是瞎胡闹瞎折腾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